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三藩市播度会网上的五堂崇拜 我们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 今天我们去到希伯来书第2章1-4 题目叫做郑重听道 未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同心低谈或者同祷告 天父我们做一次多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研读你的话语 求你借助你的话语去提醒 劝勉、警戒、督摘、改变我们 我们今天的祈祷 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Professor Paul Cameron 是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的心理学系教授 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 他看一般大学生有多少人 上课时是留心听老师讲解的呢? 他用了九个星期时间 向他不同的学生做过21次的实验 每一次当他讲书的时候 突然间 课室里面 就响起枪声 枪声震耳 全体学生吓了一跳 以为发生什么枪击战 当学生平静过来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是假的 Cameron于是就叫学生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在枪声响之前 当时Cameron正在讲书之際 他们脑里面在想什么呢? 这个调查结果就非常有趣 20%的学生 其中有男有女 正在承认他们没有听书 先生一直在讲书的时候 他一直在想和性有关系的幻想 有20%就在想到 一会儿去哪里吃饭 我有些什么没做 有些什么事情 我今晚又要去做 想起这些东西 有20% 有8% 是想到和宗教有关系的问题 非常有趣 有20%是发白日梦 胡思乱想 有20%是欠近眼焚 只有12%的学生 是认真、留心、听老师讲书的 我看完之后 我不这么问自己 大学的教授讲书的时候 只有12%的人去听 不知道牧师讲道的时候 有多少人在听道呢? 尤其是在网上崇拜 网上讲道 我想可能12%都算是不错的 如果有12% 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心理学家问 为什么现代人 是往往听而不闻 智而不见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 每天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去听人讲话 听老师讲 老板 同事 家人 朋友 太太 丈夫 收音机 手机 电视机 多不胜数 不胜负荷 受不了 不信 或者大多数说的东西 是空谈 没什么意义的 我经常对那些孙子说 我们每天说的东西 如果录下 你发觉90%都可以省起来 不用说的 是那些空言 无相 不听到无相大雅 没什么所谓的 于是我们就往往 借了龙耳辰耳耳 左耳入右耳出 清疑不闻 还有 我们心里面 时常都挂着一些东西 明天要交功课 我还未交税 以后日要见功 昨天和太太太吵架 真是无人 只想着 有此调气不信 还有 有些看到那些 心经胆跳的新闻 腦里面 常常在想着 我们发觉 我们的腦里面 好像猴子一样 跳来跳去 挥之不去 哪有心机时间 去听牧师说话 我又想着 在我们长大的环境 往往是发觉 和我们不喜欢听话 都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父母说 儿子 儿子 我教你怎么去听话 不会的 没有父母是教孩子去听 只是教孩子去说 教我们去说话 当父母觉得孩子 吱吱喳喳喳 不说话的时候 就好饿地说 shut up 这些教育 往往 只是鼓励我们说话 不听话 但是 说得多的时候 又叫我们shut up 发觉真是矛盾了 所以 有一本书 叫做魔鬼字典 里面 就这样形容天堂 在天堂 所有人 只是听我说话 听我大法议论 而我不需要听人说话 此为之天堂是也 这是魔鬼字典 事实上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如果你口约缘何 又可以懂得说笑 又可以说股 人家就称赞你 救了社交 救了大方 救了有口才 救了朋友 但如果我们经常都在听不说 别人就说你 这个人这么生金 这么古宿 这么friendly 于是 我们就发觉 既然是这样 是不是都乱说了 如果你看看圣经 圣经 和我们有很不同的看法 针圆书第十章十九章说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智慧 说得多 错得多 是不是 针圆第十三章十三章 紧手口的得补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说得多的时候会败亡 针圆十八章十三章说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抢先说话 不肯听话 那些是愚昧和羞辱 雅各书第一章十九章说得好 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人们很奇怪 一方面他们不喜欢去听 但又不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在听 于是最好方法是假装去听 心理学就列出一般人 如何假装听的方法 第一类叫做 pseudo listening 这些人好像很留心 看着你 甚至有时候 就点头 你觉得这个人都很留心 其实他没有听 装假而已 第二类叫selective listening 他们不是不听 不过他是选择来听 有兴趣或者同意你的 他就听了 但有些不同意 或者没有兴趣 他就不听了 听不明白的 又不听了 不同意又不听了 尤其是我们听讲道 某某牧师说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 和你们所思考的东西 同意 我都懂 这个牧师说得好 英雄所见略同 于是你不懂的东西 你永远都不懂 因为人家说的 你不懂的东西 你会说得不好 这些叫selective listening 简单来说 那就是不听了 第三类叫 embushing listening 有些人很留心听 但听每一句 就播一句 看你有什么错处去攻击你 第四类叫defensive listening 这些中国人所谓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他们以为 你就攻击他 所以摆出一副 迎战的心态去听 当然 听不出任何东西 就是听一句 拼一句 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沟通 都是这样 那我们聆听神的话语 聆听传道人说到 可能更深 可能真的没有12%的回忆 正极的 正式的 去听到 但希伯罗书的作者 就给了我们一个 很严厉的一个警告 在第二章第一节 就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当 愈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 垂漏失去 或者我们都来听一听 究竟希伯罗书的作者 所以我们当愈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垂漏失去 在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过 希伯罗书有很多警告 有很多责备 但是这些责备和警告 不是很严格 是有鼓励性 是有劝勉的 希伯罗书的文化叫 作者为什么这么紧张 欠缅我们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成长 几十年来 都好像个孩子一样 第二章第一节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 你们要正众听到 否则会垂漏失去 在这节圣经里 我们要留意两个 非常有趣的字 一个是正众 一个是垂漏 一个是垂漏失去 原来这两个希伯罗书 都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正众这个字 希伯罗书叫Prosico Prosico这个字 或者Prosico这个字 是解留心 Pay attention to 但其实这个字 是一个航海用语的 当时的船是没有摩托的 没有engine的 船行是靠风的 所以说看风洗你了 当船要进入港口的时候 拍案的时候 那么洗船的人 刹压就一定要非常留心 潮水一到 就趁机乘风洗入港口 领航员要看得准的风势 把持各个的航 然后乘风破浪 就进入港口 Prosico就是解 小心 留心 静重 Pay attention to 第二个字 就是随流失去 希腊文叫Paraurel Paraurel 这个字 是解释 失调 滑走 又或者是酒楼风升 有趣的地方 这个字本来也是一个航海用语 是指到一个领航员没有留心 或者睡了 因此我们要打醒12个精神 打醒12副精神 不要错过机会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立即将我们生命的陀 紧紧放在神的话语当中 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毁坏 自灭 我们要留意 随流失去 这个字 不是指一个巨浪来到 忽然间一个巨浪来到 将船撞沉 不是 相反是漸漸的 慢慢的 不知不觉的 潜移密化的 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一觉醒来 便发觉已经错过了入港口的机会 割了钱 捉了潮石 船征下沉 同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亦都事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去教会 我们有没有灵修 我们有没有祈祷 有没有去团契 我们没有跟神任何亲近 一样 生活一样 没有任何异样 好像以前一样 上班 下班 赚钱去旅行 去享受人生 没有任何不妥 但当你发觉不妥的时候 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我在香港长大 在新界住 小时很喜欢捉那些田鸡 青蛙 这些田鸡很羡慕 夜晚捉田鸡的时候 整身泥斑都捉不到 但这些田鸡或者青蛙 就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而如果你把青蛙 在冻水里 然后就去煲这些冻水 那些青蛙 不会发觉有任何危机 不会觉得有不妥的 他没有任何危机意识 他只是舒舒服服在水里面 因为凉血动物 外面的水温高 他自己的体温也高 所以不会察觉到自己的危险 直至到煲熟为止 当然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不留心 何时让饭入港口 船已经远离 甚至船已经下沉 在今天美国 很多的屋子之所以毁坏 不是因为大火 不是因为大风 而因是白矮注射 神不知鬼不觉 漸漸地 慢慢地 当你发觉的时候 整间屋都被白矮注烂了 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可能你不察觉到 你没有去教会 不是一样 你没有灵修 不是一样 你没有读圣经 不是一样 你没有教会生活 不是一样 有什么不妥呢 但其实是一个很危险 很危险 你是一个的青花 你没有灵修圈 你没有灵修圈 水一路一路 温度高涨 你都不知道 于是我们会问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看看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打醒十二副精神来听到 究竟听到什么道理 第二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 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所听的道理是什么 第二节说 天使所传的话 是天使所传的话 第二节说 是确切的 确切的 的确是这样的 第三节说 这麽大的救恩 第三节说 这救恩是主亲自说的 第三节说 后来听几年人给我们 证实了 第四节说 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一次 同他们作见证 或者我们续一来看一看 希伯罗书所说 我们要正众听道 这个道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其实 这个描述 是连结在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第一节到第三节 也说到上帝的讯息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 将他的讯息 告诉我们 是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 就是第一节 神迹在古时直众先知 多识多方 巧遇我们 第二章第二节 刚刚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平衡句子 可以见得 我们留意第二节所提到 天使所传的话 这一句 冯任坤博士就以为 他所说的话 其实是指旧约的律法 事实上 如果你看看第二章 你会发觉 冯任坤所说 是非常有道理的 虽然他所说的话 其实是指旧约的律法 因为跟着他说 是确的 是确切的 是干犯叛逆的 受了该受的报应 所有这些形容前话 是确切的 干犯 叛逆 受了该得的叛逆 全部是法律用语 很明显 很明显 天使所传的话 是天使所传的律法 所以 如果你不听这些律法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犯法 所以这里是指旧约的律法 但我们有个问题问 旧约的律法 不是天使传给以色列文的 西里山是上帝 直接颁布这些律法 给摩西 怎会是天使呢 但如果你看看 这个希腊文的旧约的版本 即所谓七十字本 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节 当耶和说在西里山颁布律法 给摩西的时候 有天使做他的侍从 所以 在新的圣经里面 我们发觉 除了希伯来书 是提及说 是天使 是将上帝的律法 启示给犹太人 《司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三节 《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 同样有这样的信息 是天使传律法 给以色列人 希伯来的作者 用《确定》的字 形容这个《旧约》的律法 这个字是一个法律的用词 意思就是有效 effective 所以天主教的《施高业本》 就这样译法 他说是发生效力的 我举一个例子 国会通过一条法律 就决定在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实施 我们就说这条法律在七月二十一日是有效 effective 如果七月一日犯了这个法律的时候 都受了该仇的报应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阶段 第三至到第四节 希伯罗所说 他说我们若忽律这某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说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由按自己的指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和他们作见证 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的讯息 就连接起希伯罗书第一章第二至第三 第一章第二至第三 就是这么说 就在这末世 除在他而止晓语我们 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着万有 他使证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在这个阶段里面 希伯罗书的作者 不再用《律法》这个字 来讲这个信息 或者讲这个启示 或者讲话语 不用这个律法来形容这个信息 不用这个律法来形容这个启示 不过很明显 这个是话来的 你看看这个信息 启示 一样是讲到个话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 用它讲 听 作见证 全部都是一个verbal revelation 是讲的 是形容这个救恩的传递 我们可以说 讲启示都是动作 内容就是救恩 而且是那么大的救恩 很大的救恩 救恩这个字 在一章十四节已经出现过 而且是形容末日的救恩 这个救恩是一个末日的救恩 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信息 第二个阶段的信息 就是这个末日的救恩 我们会问 为什么作者会用律法来形容 救药的信息 救药的启示 而用救恩来形容 新药的信息 新药的启示 律法和救恩有什么分别呢 律法是指了神的要求 神的标准 就好像 指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 指指 指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律法是说给我们听 神的标准在哪里 律法是叫人知道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看清了原来我们是罪人 有罪人的本相 但新药的信息 重点就不是在乎这里 重点在乎 怎样得到拯救 怎样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怎样能够得着这个救赎 就好像你看医生 首先医生要断证你 是什么病 然后就说不用怕 你吃这个药 你就会得到医治 你就会得到拯救 你会得到救赎 这个信息就是救恩 律法和救恩同是神的话语 重点有不同 律法是叫人知罪 救恩是叫人知罪之后 接受神的拯救 不单止重点不同 传递的方式也有不同 救药是古时神值得 先知多次多方向我们讲解 有叫做天使向我们讲 向我们讲及神的律法 但新药是主自己亲自说的 是有人的证实的 亦用神迹歧视八般的二能 圣灵的恩赐 和他们作见证 我们就逐一来看看 这个救恩是怎样传递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权威性的起源 是主亲自开始宣诊 耶稣基督两世上的时候 一开始出来就说 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 包括祂的讲道 包括祂行神迹 包括祂完成这个十架的拯救 祂的复活 所有这些都是神的话 原来希曼来文 davah这个字 可以解word 也可以解deed 神向我们启示 是有神的话语 有先知的话语 有圣经的话语 同时也有耶稣基督的言行 和信徒的言行 所以权威的起源 就是这个救恩的特点 第二 是有可靠的传递 是有亲以听见的人 向我们证实 这句话就像路加分第一章第二章说 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 有传给我们的 这个不是幻想出来的 不是神话来的 是真真正正发生 是历史的明证 还有这个是属天的证明 耶稣在世的时候 就是神迹奇事二能 证明耶稣就是神 就是尼赛亚 就像约翰福音第二章三十字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许多神迹 没有记作者书上 但记者识时要叫你们 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得生命 不过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 除了认识这个福音 除了知道福音 他还要知道 圣灵在他心里的动工 就像第四节 神又按着自己的指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二能 并圣灵的恩慈 同他作见证 问题就是 不单止神是 讲这个讯息给我们 更重要的 我们的反应是 面对这个 这么大救恩的时候 我们有如何回应 耶稣的作者 就给我们严厉的警告 他说 凡干饭叛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暴刑 第一个 作者提到的反应就是 干饭叛逆 正如我刚才所说 干饭叛逆 都是法律的用语 干饭就是什么呢 不应该做的事就做了 上帝说 不可以吃禁果的 偏偏吃了阿当 这个就是干饭 叛逆是指 应该走的不走 这个一样是有问题的 两者都是背叛神的律法 犯了神的律法 无论干饭好 叛逆好 后果一样 是受到报应 你是犯了法 很自然是受到法律的惩罚 然后我们看看第三节 有一个更厉害的警告 他说 我不若忽律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作者用一个非常有力的辩证方式 指出我们不能不正众 听这个救恩的福音 这个辩证方法 叫从小就推到更大 那些天使所传的律法 如果你不去行 不去跟随 一定有报应 更何况是由主亲自传递 又有神迹歧视证实 这个救恩之道 我们若不理会 彩虽多余的这种态度 是起不是带来更大的效果吗 忽略是什么意思 不彩 不理 ignore 希姆罗书的作者说 我们岂能徒罪呢 在这样的情形里 你怎可能逃避罪呢 逃脱刑罚呢 这个属于future tense 是指到将来末日的审判 不少非基督徒都这样说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传道方式 靠客的 以威吓的手段 逼人信耶稣 我偏偏不信了 或者我举个例子 你发觉车有问题 于是拿去修理 师傅告诉你 你的brake没有了 你限 rebrand 你不要继续拉联анный 你持续开架 加上升 你隔开工程 尤其是高速公路的时候 很危险 很危险 人信 无法救死人 Vision我 但我不想收你 我想不会的,我小心驾车就可以了 那个师傅一听见他说,你千万别搞啊 如果你的车完全没有煞车 就走去驾车,走去这个高速公路驾车 实居其狗都会失事啊 车位人亡,非常不智 你会不会说,你靠客人 我偏偏不怕的 你不会,一个这样的师傅告诉你 不是靠客人,他就把身上告诉你 相反来说,一个收车的师傅 你的车挺好,虽然鞋坏了,没所谓的 随便吧,你去吧 你以为这是一个好的自动机器? 不是啊,你会死的 你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因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师傅 同样上帝如果不是这样警告我们 他就根本不疼我们 不连率我们 我们若忽略了这麽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你的回应是怎样? 你的听到的态度是怎样? 你知不知道 我们承认他 我们不理上帝 是有后果的 弟兄姊妹 不要只看眼前 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 上帝吩咐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做 我们怎样预备将来有一天 见到这位上帝 见到耶稣基督 他问我们 你是否一个中心的管家 我们怎样回答呢? 求主联盟 最后同心我们一同祷告 天赋我们就一次多谢你 我们怎能够忽略这麽大的救恩 纪念到我们中间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真是叫他们 能够早一打开的生活 不要逃避你 如果教导我们信了主的 真是尽早将我们福音传开 免得我们所爱的人 就会因叛逆干犯 得到这个的报应 求你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命求 阿们 谢谢大家 关照 你 我 我 我